什么是气色 气色呢 往往它是一个 就是人体的气 血的功能 它的状态在面部的表现 称为气色 什么样才算得上好气色 一方面它的气充实 另外它的气血搭配的一样比较好 脏腑的功能各方面都很正常 那么表现在面部上的红润 有光彩 有神 这些综合起来 我们称为好气色 气色好 气虚的症状有哪些 比如像消化能力不好 食勺 变糖 这些是脾气虚 也是维气 这跟气有关系 老刘教您做一道 黄芪炖鸽子 小枣 本期节目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 眼科医院院长沙凤彤 为您讲解如何补气 欢迎各位收看 由鲁花花生 由独家冠名播出的 饮食养生会 中国的哲学 和其他地方的哲学不一样 中国的道教哲学 中医都有一个字叫气 人活一口气 没气就活不了了 但是气到底是什么 气色又是什么 今天我们请到了 中国中医科学院 眼科医院原院长 沙凤彤老师 给我们讲讲气 有请 沙凤彤 中医眼科名家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曾任中国中医科学院 眼科医院院长 中华中医眼科学会副主任 本期爱问团的嘉宾有 主持人胖胖 央视著名主持人王小千 著名歌唱家李光熙 特别介绍一下 我们著名的歌唱家 李光熙老师 你老是这唱歌就得用气 没气唱不了歌 气短唱不了歌 他们唱歌那气 和我们中医所谓的气 差不多吗 有相同之处 如果说到气的话 首先可能大家平常会提到气色 说这个人气色很好 对不对 比如你看 李老儿这么大年纪 气色多好 变色红润 是 那么气色呢 往往它是一个 就是人体的气 血的功能 它的状态 在面部的表现 成为气色 对 色在中国来讲 都是讲脸 对 喜怒哀乐 不形于色 都在脸上 对 中医所说的气呢 它可以说是既是有形的 也是无形的 所以有形的呢 可能我们呼吸之气 大家能感觉出来 有的时候呢 在冬天的时候也能看到 花气 里面有这个 小雾珠啊 水蒸气啊 但是它又有无形的成分 所谓无形成分呢 就是一方面呢 比如像我们人体啊 它的运动状态 五脏的功能 另外呢 它的精神 它的活力 它的动力 等等这些的呢 实际上它是没有形的 是一种功能的表现 所以这些气的概念呢 是有形的和无形的 一个综合的一种概念 所以呢 平常我们说的 这个气色好 就说明呢 一方面呢 它的气充实 另外呢 它的血 气和血呢 是一阴一阳 那气血搭配的也比较好 脏腑的功能 各方面都很正常 那么表现在面部上的 红润 有光彩 有神 这些综合起来 我们称为 好气色 气色好 那您看我这气色 你气色就不错 挺难 其实有的时候气色 我觉得除了脸的颜色 比如白里头红啊 感觉气血旺 还跟眼睛也有些关系 比如眼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但我判断人气色的时候 我也会看眼睛 是否有神 是否明亮 黑白分明 如果是浑浊的 暗淡的 那一般来说 它脸上的颜色 也不会太好 是这样 是 因为那个 中医的望诊呢 除了望这个 眼的脸 脸的颜色 颜色以外 主要还要望这个眼睛 眼睛呢 它反映一个人的这个神气 就是精神状态 也跟气有关 也是一个健康的表现 为什么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 这个人谈恋爱了 他的气色就非常好 化学反应的时候 不是 你精神好的时候 高兴的时候 他自然就 就过去就一起风发呀 这个气质昂扬 是 跟精神作用有关系 人方喜事 气色好 像李老师 如果今天身体不适 是 你觉得他精神不好 气色不好 可是你跟他说 李老师 马上上台唱歌 提气 到舞台上 他气色一下就好了 这就是精神状态 自然的一种变化 李老师当年呢 像那珍满了酒的一样 欢乐充满我心里 这刚才这个 萨老师讲的是歌词 要不演一部歌剧 大家很熟悉 第二遍 气色好 就是气比较充足 是 那气色不好 就是气虚 中医里面有气虚 那气虚是指什么呢 是喘不过气来 还是气短 还是 还是生气 呃 你刚才讲的呢 只是一部分 就是 所谓的有形之气这方面 啊 比如说 呼吸有点 就是觉得少气 嗯 啊 另外有一点气船 觉得老觉得气不够用 这是呢 就是有形之气 气虚的一个方面的表现 嗯 另外呢 比如像消化能力不好 啊 食少 变糖 这些呢 是脾气虚 也是为气 这跟气有关 有关系 消化不好 对 哦 消化要转 没气到转 对对对 你脾气功能不好的时候 消化吸收的功能都比较差 另外比如说气虚呢 因为气呢 它有一种位外的作用 保卫的位 所以这个有时候人气虚的时候呢 它会表气不顾 啊 什么 表气 表里的表啊 表气不顾呢 它会容易 更容易出汗 啊 动则汗出啊 就没有保不成了 对对对 那个另外呢 气虚的人呢 可能还有呢 如果是偏于阳气不足 或者肾气虚 它会出现 比如像四肢不温 人家都凉 正常温度 我就是 那个四肢经常会冰冰的 尤其到冬天的时候 对 也有一种说法是说 末梢循环不好 微循环 微循环不好 那就是气没有顶到那去 对对对 路程太远到不了 对对 就由于气虚 就我们气足的 微吹不到 吹下去那边 没了 你的健气很足啊 这个人体的气呢 不能达于四末 四末就是四肢的末端 对 所以呢就觉得 手脚啊 有点凉啊 比平常人 正常人呢 温度会低一点 另外自己感觉 也有点冷 通常这个我们说 胃寒 肾气虚 肾气虚啊 阳气不足 对呀 这我女的属阴呢 对 女的也有胜 她也是分阴阳的 说到这个气 刚才少老爷讲了 脾气什么的 脾气和脾气 脾气是跟那脾气有关系吗 这是两个概念 脾气大 平常我们平常说的脾气呢 就是主要指着性格这方面 容易急躁啊 容易烦躁啊 这些说这人脾气 那为什么跟脾气有关系呢 那同音字 但是不同的用点 你看中医说这个脾气虚 主要是指着消化能力啊 吸收能力啊 运化能力啊 这方面 跟那个还是不一样的 是 中医里的气既是有形的 也是无形的 有形的气就是我们呼吸的气 无形的气包括我们的运动状态 五脏功能的表现 当气的减少导致无法维持我们身体正常的生理功能时 我们称为气不足 也称为气虚 消化能力不好 吃得少 变糖所引发的脾气虚 也属于气虚的一种 那我们气要是虚了就得补啊 这个这个大家众所周知 但是气怎么补呢 轮胎没气了 打气 这人要是气虚了 从哪给他输进去 找个人呗 那个那个那个电视剧里面都是这样 哎 我给你运个功 输个什么真气的 我不用这样吗 人工呼吸算不算是给对方打气 这应该算 这应该是物理性的一种紧急打气吧 吹的就是气 是吧 还是把那个肺啊 血循环和这个呼吸啊 赶快地让它恢复 那个是一种急救抢救的 就是把新鲜的气给它输进去 对对对 我们有几个老朋友 定期的到医院去吸氧 啊 对 因为它氧气不足要吸氧 吸氧吸氧 吸氧不算补气吧 它这个是一个治疗 比如有的神经性耳聋 也是从气上 但是如果没有什么疾病啊 还不提倡用这种方法 因为它有一种依赖性 是 你就感觉好像大气都不够你用了 对对对 离不开那个氧气桶了 就没氧的话就开始急促 反而你这个功能可能 对吧 就会下降 因为说起气须呢 可以说这样 五脏均可气须 比如说有的是说我这个肺气须 就是从呼吸啊喘啊这方面 另外呢脾气须 消化不好啊 消化不良啊 大便糖蟹等等的 另外呢还有肾气须 比如像腰疼啊四肢不温啊 等等这些个 唯独啊另外呢还有这个 心气须 有心气须 心气须呢 心气须倒有 那是心气须 有这个 它跟血有一定的关系 而且表现呢 比如心慌啊 睡眠不好啊 等等这些呢 属于心气须 唯有啊 一般不提肝气须 因为肝呢 它是藏血的 它的须呢 主要是血须 而气 往往呢 它一出问题就是气质 就刚才 刚才你提到那个 比如像有的时候 长出戏啊 这个呢属于那个 还是一个肝气 郁节的一个表现 那说是打气也好 什么 那中医呢 或者是提倡呢 还是用一些 补气的一些方法 如果是非常严重 那需要用一些药物治疗 如果要是不是很厉害 或者有一些个迹象 那通常我们通过 选择一些个 有利于补气的饮食 会对于扭转 这个气须的 这个轻微现象 会有很好的效果 就平时也可以 有糯米补中意气 中是谁啊 中间 对就是中间 中间 因为五方呢 东南西北 中 这配五脏 所谓的中呢 主要是指的脾胃 脾胃 中医的这个五行 那肾气须 对这个就没用了 对 那等一会儿 他这个你看啊 因为很多食品呢 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我给观众呢 就提一些建议 就是说 大家都知道 这些是好东西 但是呢 他对不同的人群 和不同的主要症状的纠正 还是有所区别 那是 比如说 刚才一位你提到的糯米 它是一个补中意气 中的就指着脾胃 脾土 它是一个比较平和的 这个补气 肝 偏温 因为它归呢 脾经 胃经 和肺经 所以它是一般的补中意气 就说谁吃的都行 哦 大家 消化不好都要注意 也可以 也可以 小吃点 那就是比如说 少一点糯米粥啊 或者 很多方法 包括像北方爱人吃的茄糕啊 南方比较喜欢吃的 珍珠丸子 鱼儿的 粽子 粽子 对 除此之外呢 还有豌豆 豌豆呢 它主要 蛾中下气 豌豆吃了不是放弃的吗 下气 它有点下气 下气 所以如果要是 所以得及下气 你必须有一点这个肚子胀 觉得呢 腹胀 腹胀 另外老觉得咕噜咕噜的 你用这个豌豆呢 它除了有 核中下气以外呢 这个呢 它可以沥水解毒 另外像南瓜吧 南瓜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 对于补脾胃 益气 另外它可以消炎止痛 这个 如果有一点这个 轻度的炎症啊 有一点疼痛啊 你选南瓜 它既可以补气 又可以消炎止痛 对 这个我们要问一下 少了 因为中医和西医啊 有它各自的不同 在西医来讲 消炎就是吃那个 抗生素 抗生素 对 南瓜能起到那种作用吗 咕噜发炎 吃南瓜能好吗 它因为中医说的这个 主要是 它有一点清热 去火的作用 所以中医里面其实没有炎症这个说法 它是火气 对对 另外呢就是 我这里面也提到了羊肉 羊肉呢 它也是一个补气的药 它也可以补虚益气 但是它特点呢是温中暖下 就比如说有一点这个四肢发凉 特别是腿下边有点凉 我要吃羊肉 因为觉得小肚子有点凉 如果特别是在冬天冬至节以后 你用一点羊肉 它既可以补气 又可以温暖身体 这样呢就跟南瓜弄 你就不一样了 再一个就是 这个少老 这很奇怪 为什么你看 这食物真的很神奇 你吃羊肉 都吃到胃里 吃豌豆也吃胃里 它吃完羊肉以后呢 你下肢会暖和 它怎么把那个暖气送到这来 它这羊肉 它为什么不往上走呢 它这个啊 是根据羊肉的性质 它因为本身的羊肉 是个肝温的 大家注意啊 羊和鹿 有很多相似之处 鹿可吃完了 流鼻血 对 但是它没有那么热 所以呢 对于一些虚寒的人 特别是在冬秋之际啊 你用一点羊肉呢 有这个温中暖下 而且呢 能够补气 另外呢 这个我提出呢 就是肌肉 它可以补气 在补气的同时呢 它的特点呢 能够补精 甜髓 就是说它有补肾的作用 因为炖鸡呢 可以使得这个 有一种补肝 益气的作用 所以你选择的时候 如果有这个肝肾不足 那而且又有气虚的话 特别是肾气虚 炖鸡肉 我又要吃了 这又跟我有关系是吗 肾气虚吗 对 鸽子肉 这个鸽肉呢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补气药 血肉有情之品 而且它可以滋阴 益气 也有一定的 补肝肾的作用 我听说一个说法 叫做一鸽当酒鸡 它的营养有那么好吗 应该说它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 另外我们吃那个 不管是什么妙龄乳鸽 脆皮乳鸽什么的 好像我看 好多时候呢 都是最后把那个鸽头 都剩下了 不不不 我最喜欢吃鸽头 对 那你就是会吃者 这个鸽头呢 它的这个补养的这个作用啊 是非常明显的 特别是男士啊 鸽头 吃里头的脑子呀 这个鸽脑呢 它就是 特别是鸟类的脑 都有一种 就是补肾补羊的作用 它是比较好的 鸽头 鸡头 鸭头 鹅头 你都爱吃 兔头不是鸟 就想吃兔头了 吃什么能补气 糯米具有补中益气 健脾养胃的功效 深受大家喜爱 豌豆有盒中下气的功效 对脾胃不适等病症 有一定的食疗作用 南瓜性温 能润肺益气 消炎止痛 对清热去火 有很好的作用 鸡肉 有益气 补精的功效 肾气虚的人 可以适当吃点鸡肉 鸽子能补肾气 男性食用 更有补羊的功效 羊肉 有补体虚 温中暖下的功效 对于虚寒的人 吃羊肉 有很好的补气作用 新浪微博的方小姐提问 她说她是一位白领的女性 几乎天天都要熬夜加班 面对电脑一做就四五个小时 这样会不会造成过早的衰老 就是气就不够 然后坐着 差不多动嘛 吃什么可以缓写呢 我只是会觉得 长期面对电脑 脸色 发黄 眼睛是干的 对 这是我是有体会的 她气会被电脑吸走 像她这个工作状态的话 肯定是对身体 从劳逸结合这个角度上 是没有好处的 但是说是过早的衰老 反正这个因为是一个 比较长的这个时间 不会短时间看出什么 但是对身体肯定是没有好处的 至于说像她这种工作状态 吃什么好 我们觉得还是因人而异 她有可能是有气虚 也可能会有血虚 包括阴虚 因为刚才您讲 小千 眼睛会干 眼睛干 对 她也会伤阴 就是也会出现一些个 眼睛干的什么 可能也还会有阴虚 所以呢 建议这位女士呢 还是一方面呢 就是可以咨询咨询 这个医生 另外一个呢 就是根据自己的体制 进行一些个食疗 养生啊 一些措施 比如像补气啊 补血啊 这个补音啊 等等这些个 选择一些食品 可以在我们这个节目里边的 综合的 总的那些方面 选择适合它 因为我们这节呢 主要是讲的是补气 是 对 还有我的建议 如果你真觉得天天熬夜加班 天天面对电脑 你受不了的话 辞职 我不干了 对 你换个 你觉得自己可以爱的工作 就轻松能够承受的工作 对吧 对 你不能够天天在那种压迫下工作 这很难的 我们给大家做个菜吧 那个沙老师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的食材 前几个呢都比较简单 鸽子肉 我们没怎么做过 用黄旗炖鸽子 黄旗是一味中药 邵老师说黄旗是补气的吧 猪药是补气的 不是黄旗啊 这个吗 对 比较常用的一个补气药 挺香的呀 要常用 比较常用 怎么有像油油干的味道 这个可以做食品和药品两个用的 还可以做食品呀 对 因为平常很多老百姓会 家里面做饭的时候会加一点 所以它是作为这个 从药物管理这方面比较 就是说人许 添加在食品里面 我刚刚正想说 这个有四川牛肉干的味道 你闻 是吧 今天还有一个干味 牛肉干里面都加了这个 就是它那个调它的味道的时候 黄蹄 枸杞 姜片 小枣 鸽子肉 胡椒 用白胡椒 盐 料酒 就这些 炖汤 我们首先把火打开 这样吧 这样吧 我们还是得先把它 过过水 焯一焯 焯一焯 刚才胖胖问的一个问题 您没有特别地回答他 他听别人说 逆鸽顶酒鸡 这鸽子肉的营养成分 能大于鸡很多吗 这应该是形容吧 我妈从小就这么多 说明它更精华 这个营养价值更高 但是能不能顶酒鸡 就是群众 口头上的把它排的 就是 是不是 它这个你不能按数字来理解了 对 就说明它比那个鸡肉 更好一点 水开了 过过水 好 加料酒 不是炖整的 切开了是吧 切剁了 鸽肉 剁一剁方便一点 熟得快一点吧 好 只要颜色变了 就可以烙起来 主要是把血水去干净 好 我们这边开火 泡完以后 把血水去干净 这样不腥 锅里面倒一点点 卤花花生油 这时候呢 油温就不用太高了 有个四成热左右 我们先把姜片 放锅里 炒一炒 让姜的味道 散发出来 再把鸽子肉倒进来 我们平时经常做鸽子配的配料是天麻 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用天麻呢 这个主要是放天麻可以起到一个去风的东西 如果有点手足麻木 或者是头晕 木悬 加一点天麻会很好 中风的人 中风的人一般吃天麻多 是吧 好 加水 还有面瘫的人 再来 对 面瘫是中风的一个症状 对 然后再把黄芪 小枣 白胡椒 枸杞先别放 放点盐 炖一炖 这得炖多久了 30分钟 鸽子就炖好了 熟了 欢迎回到由鲁花花生油 独家冠名播出的饮食养生会 用黄芪炖乳鸽 炖半个小时 熟了没有啊 熟了 肯定熟了 然后把枸杞放进来 扁缀一下颜色 乳鸽好得比较快是吧 熟得比较快 对 因为它毕竟小嘛 肉也嫩 好 关火 闻到了非常熟悉的味道 黄芪炖鸽子 食材 鸽子肉 调料 黄芪 枸杞 姜片 小枣 白胡椒 盐 料酒 做法 一 把鸽子倒入废水中加入料酒焯一下后捞出备用 二 往锅里倒入食用油加入姜片和鸽子肉一起翻炒 三 再加入适量的水 黄芪 小枣 白胡椒和盐后盖上锅盖炖30分钟 四 放入枸杞后即可出锅 老刘贴士 一 把鸽子倒入废水中焯一下 去除鸽肉里的腥味 二 用鸽子搭配黄芪炖汤 补气又有滋阴去揍的功效 九十堂浓缩六味地黄丸 提示您继续收看精彩节目 补气 当你气虚的时候就要补气 气对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感谢沙老师的简洁 感谢卤花花生油 感谢骨支出谷物培牙卢 我们下节目再见 再见 养生笔记 气在中医里包括 有形的气和无形的气 当气出现减少 使身体不能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时 我们称这种状态叫做气不足 也称为气虚 气不足的症状有 少气揽炎 动则气喘 食少变糖 四肢不温等 可以通过食用糯米 豌豆 鸡肉 鸽子和羊肉等食物进行调理 只有把体内的气血搭配好了 面部气色才能变得红润 身体更加健康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内容感兴趣 请登陆 饮食养生会的新浪官方微博留言 您提出的问题 我们会及时帮您向专家咨询 同时还有大量精彩节目视频 和养生笔记 供您下载 赶紧关注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